It's a time we wanna ball It's a time we wanna ball 哼起广告歌曲 盧廣仲替品牌代言 加入创作灵感 让商品有专属盧廣仲风格 那个旋律其实是在拍广告的过程中 即兴唱的 有我个性的那种曲风 然后融入他们的品牌的精神 品牌走歌手代言 将原本只有一两句的广告歌 变成完整自创曲 增添话题 也成为厂商新宣传手法 像是卢广仲 先前代言的牙膏品牌 就以轻快节奏为主轴 连广告中也可以看到他 自弹自唱声音 代言洋芋片则疯狂弹吉他 或是替影品创造故事性情节 也顺势搭配抒情自创歌 都能增加观众记忆 不只卢广仲 厂商也看重 嘻哈团体911创作能力 寻同样模式 歌曲接地气 台位十足 MV发布直接跟商品结合 有别以往歌手代言 只拿商品露脸 现代时代改变 歌手将广告歌延伸为自创曲 更让人印象深刻 记者在乎是陈林玉涵台湾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